7月17号晚中国奥委会官方宣布 女排奥运冠军中国女排队长朱不廷 和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将担任东京奥委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7首 7月23号晚的奥运开幕式 他俩将引领中国代表团入场 本届东京奥委会以往有所不同 由于崇尚男女平等 国际奥委会也鼓励各个代表团 派出男女各一名运动员作为7首 从这个角度来讲 朱婷创造一个历史记录 中国代表团有史以来 第一次由女运动员担任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7首 此前中国首位冬奥会的金牌得主 短道肃华名奖杨洋 曾年06年的时候 在都陵冬奥会上开幕式上担任了7首 那么1995年出生的赵帅 是中国首位男子跆拳道奥运冠军 16年的时候礼于奥运会 他夺得了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的金牌 18年在雅加大奥运会上 他就曾经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棋手 一名运动员连续两次在大型综合运动会上掌棋 在中国体育史上也是第一次 赵帅身高1米88 而朱婷身高比他高10公分1米98 此前一度有传言说 身高2米1的男篮球运动员胡金秋 有望担任中国男棋手 与朱婷搭档胡金秋 本次奥运会将参加三人篮球比赛 此外乒乓球大马冠得主马龙也有望 当时呼声很高 可惜遗憾地落榜了 中国奥运会表示 中国体育代表团综合考虑了运动员代表性 跟赛程安排各方面因素 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慎重考虑 最终选择了朱婷和赵帅担任其手 当然朱婷和赵帅能够入选 肯定是实至名归 期待他们在东京奥运会上 开幕式上有很好的表现 当然更希望他们在比赛场上 有更好的表现 各位您觉得呢